你敢相信吗 过不了几年 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很可能就要消失了 这个不是道听途说的来的小道消息 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我国上层资本圈传出了重要信息 有尚未公开的权威数据表明 有超过60%以上的我国老年人 打算在退休以后再次继续就业 换句话说 马上就到退休年龄的这一批60后 70后很可能没有时间再去跳广场舞了 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背后的深层原因并不复杂 只是有官方便并不愿意就这个问题深究下去 可能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 第一 目前是60岁之后就退休 这个会给现在的年轻人带来非常沉重的养老负担 我们的养老金都是收复实现制 这个跟国外的很多国家地方都是一样的 收复实现制也就是现收现复制 说白了 其实就是拿了年轻一代打工人上脚的这些养老金 去养那些退休后去跳广场舞的大妈们 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现在退休老人的生活这么潇洒 到处去旅游 整天去跳广场舞 其实就是现阶段的打工年轻一代人数足够多 而退休老人相对数量不是很多 对比之下 差不多是几个年轻人打工去养一个老人 当然是绰绰有余 但是到了60后这一代退休之后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60后是我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婴儿潮 足足超过了2.4亿人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反过来我们看看新参加工作的00后呢 数量也少的惊人 才只有1.4亿人 大家注意2.4亿和1.4亿的差距 我们之前是几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 现在变成了可能一个年轻人要养两个老人 这实际上已经表明了 我们社会的人口结构 已经确确实实变成老龄化社会了 所以如何解决这个老龄化问题 就成了重中之重 也就有了开头说的要延迟退休 提议尽量让低龄老人参加工作 这样做的好处在哪里呢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把60岁延迟到65岁再退休 那就是还需要多交5年养老金吧 领养老金也要晚上5年时间了 哎 这一正一副相当于就是10年了 这样就变相减轻了 我们全社会的这个养老压力了 只是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导致大家的看法分歧很大 其实我们的周边国家 早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先来看看日本 他们当年其实就是出现了这个情况 因为老龄化来得太突然了 本世纪初 日本从2000年就开始实行延迟退休 到了这两年 更是把工人的退休年龄 从65岁再次延长到70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日本的街头 看不到老人家在跳广场舞 也没有多少老人到处游乐 环游世界 难道日本的老人就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吗 但是为了生活 很多日本老人就算到了70岁 还要在各种快餐店端盘子 在超市坐收银员 甚至开出租车 我们平时看日本的影片 也能留意到在日本的街头 七八十岁的出租车司机 那真是在正常不过 有的老人开了几十年出租车 却还不敢退休 就是为了赚到足够的养老金 来保障退休后的生活 看到这些发达国家尚且如此 那怎样才能让我们以后退休生活 多一些保障呢 其实方法有很多 我们只要能做到其中一部分 以后就能减少很多压力 例如以下几点 多生孩子 年轻的时候不要乱花钱 工作方面选择那些越老越吃香的 比如医生 手艺人等等 当然了 要是有条件的话 最好是考个公务员 有了编制再安分守己一点 年老之后就什么都不用发愁了 说白了 对于很多现在的年轻一代来说 请一定要清楚一点 年轻时不吃苦 多赚点钱 退休之后就要吃养老的苦啊 大家觉得呢 二十四公子 他想要吃 但我觉得 他是有些人 可能都没有 194年